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Linux文件的基本操作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将会学习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是Linux的目录 在这一个部分我们将会简单的了解 Linux系统下面有哪些重要的目录 每个目录是干什么的 接着是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Linux文件的基本操作 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会了解Linux操作文件的采用命令 接着是第三个部分 Linux文件的类型 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会了解Linux里面 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文件类型 首先是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Linux目录 那么在Linux里面也有着目录数的结构 在个目录下面有以下的几个重要的目录 有这个Bing目录 ETC Home目录 USR OPT Process目录 Device目录 MNT Live WAR等等 那么这些目录它到底是干嘛的呢 我们去这个Linux系统里面去看一下 来到这个终端 那么首先我们来到这个个目录 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个目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B目录下面 那么这个里面呢 全都是这些绿色的 因此呢 这个B目录是存放这个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的 采用的命令都在这里 比如说这个Move命令 LS命令都是在这个B目录上面的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ETC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呢 存放的是一些配置文件 因此呢 这个系统管理以及配置的文件 都是在这个目录下面的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有很多以这个conf结尾的文件 那么这些文件呢 都是这个配置的文件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home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呢 是每一个用户的用户文件的根目录 是用户的主目录 比如说在这里面 有一个这样子的用户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用户的主目录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user 那么这个目录呢 放的是一些系统应用目录 其中比较重要的 有这个user local 那么这个目录呢 是存放管理员安装的 软件的安装目录 这里面呢 是一个庞大的目录 在这里面 并呢 是安装的一些软件的 二进制文件 而这个etc呢 是用户安装的 软件的这个配置的目录 还有这个include live 这些呢 就是安装的软件 它相应的一些文件 以及动态库的 因为我的这个虚拟机里面呢 没有安装这个相关的这个软件 因此呢 这些目录是没有东西的 同学们呢 如果自己安装的话 那么软件的内容 一般都是在这个目录里面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process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呢 存放的是虚拟文件系统的目录 这个目录呢 是系统内存的映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目录 来访问这个系统里面的所有信息 包括这个cpu信息 以及这个内存信息 那么除了这些信息以外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数字的这个文件夹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进程的文件夹 我们知道在linis里面呢 一切都是文件 因此呢 这个进程呢 也是文件 我们随便挑一个 就来看一下 就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挑这个288 就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288 这个进程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里呢 这里面也提示了 说我这个用户 ls这个目录呢 权限不够 那么在这里 我们切换到这个root目录看一下 ls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root的权限 去查看的话 就没有提示这个权限不够了 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设备的目录 那么这一个目录呢 很多的文件都是黄色的 那么这一个目录呢 存放的就是linis的设备文件 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终端 又或者是键盘的输入 鼠标 输出等等的 都是属于这里面的一个设备 接着还有这个boot 那么这个目录呢 存放的就是系统引导的时候 使用的各个文件 还有这个live目录 那么这个呢 存放的是系统 它启动的时候 或者是系统运行的时候 一些用到的动态库文件 那么这些呢 就是linis里面重要的一些文件夹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 这个也是linis设计的哲学 linis呢 一切皆是文件 包括进程啦 设备啦 等等的都是linis的文件 那么在这里 老师呢 也做了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描述了一些产生的目录 以及他们的描述 同学们也可以将这个PPT截图保存的 然后下来呢 自己对比的来看一下每一个目录里面具体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两个关键的概念 第一个是这个相对路径 第二个呢 是这个绝对路径 那么什么是相对路径 什么是绝对路径呢 在前面我们在介绍这个目录数的时候 我们已经学习了 每一个文件或者是文件夹 从根目录开始呢 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路径来指向某一个文件 或者是文件夹 那么绝对路径呢 指的就是这一条从根目录开始的这个路径 那么什么是相对路径呢 相对路径呢 指的就是相对于我当前的操作目录 它的文件位于哪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相对路径 那么来到linux 在这里面呢 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相对路径 以及这个绝对路径 那么在我这个用户的这个后目录上面呢 有一个在这个project这个文件夹 在这里面有两个文件夹 有dr2以及这个dr3 那么我们进来这个dr3 那么这一个文件夹呢 它是位于这个home这个用户projectdr3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文件夹的绝对路径 那么同样的这个dr2呢 它的绝对路径是home这个用户projectdr2 那么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文件夹的绝对路径 那么在这里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相对路径 来访问这个dr3的话 怎么访问呢 我们可以cd点点 点点呢 表示说返回上一级目录 然后dr3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相对于这个dr2的dr3的这个相对路径 点点 斜杠这个dr3 这一个就是这个相对的路径 那么相对路径呢 它是不固定的 它随着你操作的目录的路径变化而变化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linux文件的采用操作 这里面我们会演示这个创建 删除 读取和写入 回到这个linux 在这里面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文件 那么创建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touch 来创建一个文件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叫fire的文件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wim 来修改 或者是创建一个文件 这里面我们wimfire2 就可以创建文件 同时编辑这个文件 比如说 bring hello world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叫做fire2的文件 并且呢 往里面写入了一个内容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看某个文件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wim去看 又或者使用别的命令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wim呢 它有非常多的快捷键 也是linux上面呢 一个常用的文本编辑器 那么同学们有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学习这个wim相关的快捷键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查看一个文件的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cat 这样子就可以把文件里面的所有内容都取出来看了 那么删除文件呢 删除文件 我们一般是使用这个remove remove file remove file1 remove file2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文件给删除掉 接着 还有这个文件夹的操作 那么文件夹呢 如果我们需要创建文件夹的话 我们一般是使用这个makedr来创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makedrdr4 这样子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名字叫dr4的文件夹 接着 如果说我们需要删除这个文件夹的话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rem的删除 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直接的删除的话 它会提示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文件夹 所以说不能删除 因此我们删除文件夹的时候 需要带一个参数 叫做1-r的参数 表述说 我递规的去删除文件夹里面的东西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夹给删除掉 这样子删除掉了 那么这个就是删除文件夹的操作 这里了解了一些 目录或者是文件的创建 删除读取写语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是这个文件类型 那么Linux里面呢 有多种文件的类型 有这个套节制 普通文件 目录文件 文号链接 设备文件 以及这个FIFO文件的 那么套节制和FIFO呢 是不常见的文件 但是也是存在的 我们一般常见的是这个普通文件 目录文件 文号链接 以及这个设备文件 接下来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每一种文件 它有什么标记 首先是文本文件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FIFO 那么接着我们使用LS1-AL 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它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呢 它有一些文件的标记 那么这个文件标记的 第一个字符呢 就是这个文件的类型 那么普通文件呢 它的标记是一个横杠 接着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同样的使用LS1-AL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文件夹呢 它的这个文件 类型的标记呢 是一个D 表示它是一个文件夹 那么对于这个设备文件呢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device 这个文件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同样使用LS1-AL 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 每一个设备文件 它的前面都是一个C 那么C呢 表示的是制服设备文件 那么除了这个C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一些这个B开头的 那么这个B开头的呢 表示的是这个快设备文件 那么什么是这个制服设备文件 什么是这个快设备文件呢 我们后面会有简单的介绍 最后是这个链接文件 那么链接文件呢 使用的是L这个符号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一个就是一个链接文件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符号是L 简单的总结一下 那么这个普通文件呢 就是一个横杠 目录文件就是D 符号文件 就是这个L 设备文件呢 有两种 是B或者是这个C B呢 表示的是快设备 而这个C呢 表示的是这个制服设备 在这里面 这个套接字 这个FIFO文件呢 我们比较少见 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 它们的标记 套接字是S的标记 FIFO呢 它是P的标记 好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三个部分 Linux目录 Linux文件的采用操作 以及Linux的文件类型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Linux的写程 Linux的写程 Linux的写程